Hello 小伙伴们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真的非常的想念大家 我差不多一周多没有跟大家录视频了 因为最近其实我开启了我日生的新的阶段 你们A大小姐也有我 嫁人了 结束了跟小蒋同学四年多的恋爱 终于A大我也成为人气了 所以我最近状态都比较懒散 比较excited 比较享受当下新婚的生活 所以工作这方面我就有一点点的懈怠了 其实马上就年底了嘛 我很想跟大家做一些 就是我年度爱用物 彩妆 护物品 以及我的包包啊 奢侈品的一些年度爱用物 但看背景就知道 大家可以看出来我现在不在我西雅图的家里 我在洛杉矶嘛 所以就等到我20多号回西雅图之后 再分享那些东西给大家 那今天这支视频呢 我就想分享一支 我半年前打瘦脸针的一个经历 那整个视频非常的干货满满 如果你对瘦脸针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看下去 它今天会涉及的一些 比如说瘦脸针的分类啊 瘦脸针的价格 什么人适合打瘦脸针 瘦脸针的副作用啊 打瘦脸针的过程啊 效果啊 等等一些 全部干货 关瘦脸针的东西都在这支视频里面 那为了这个视频更加的就是 简洁 然后又比较废话少的话 我真的是认认真真的 整理了很多的功课 然后我就认认真 刚才做了一个小时 就开始一点点的打上这些东西 让整个视频看起来更加有调理一点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就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吧 打瘦脸针之前 我们首先要确定 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打瘦脸针 瘦脸针 它只是针对我们咬肌这一块 让我们咬肌变得更加的小一点 缩小我们的咬肌 那你怎么判断 你的咬肌是不是肥大 你就直接把手放在咬肌的地方 然后之后你紧咬你的牙齿 看你这块是不是有弹开 或者是你的咬肌是不是有凸出来 你就看到像这样 两个手放在咬肌这个地方咬牙 你看 你看两只手这块是不是弹开 咬肌肥大的人相对来说 它就是弹开的这块比较的大一点 那什么样的人不太适合打瘦脸针 第一种就是脸上热肉比较多 但你咬肌并不肥大的人 那这种人打完瘦脸针之后 因为它肉本身比较多 那咬肌这块它相对来说会支撑一点你的脸型 它反而打完这块缩小之后 你的肉更加的下垂一点 就有一点点显老 或者是显得脸更加的大一点 第二类不适合打瘦脸针的人 就是你脸本身就比较瘦 然后你颧骨这块也比较的高 那颧骨比较高的人 他打瘦脸针之后 容易这块缩腮 就像这样 缩进去 反而显得你脸更加的凶一点 更加的显老一点 那第三类不适合打瘦脸针的人 就是这种脸型本身就是骨头比较方的人 你想骨头方 它并不能改变你的骨头 所以它其实并不能真正的改善你的脸型 所以很多一些脸型比较方的人 打瘦脸针效果并不好 就打完之后感觉整个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第二点跟大家聊一聊市面上有哪些品牌的瘦脸针 那我国认可的只有两个品牌 一个是进口的宝头饰跟国产的恒利 那这两个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 那宝头饰相对来说 它的药效比较精准一点 那它的扩散度也比较小一点 也比较的温和一点 它相对来说对医生技术要求没有那么的高 那什么叫做扩散度比较小 那打个比方来说 我们把瘦脸针打在这个地方 它的药就是扎扎实实的直接是渗透在这个地方 它并不会扩散到这个地方 但是这种进口的宝头饰 我觉得它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我们处理一些面部比较细小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想打一个瘦脸针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保护式的 包括我们想要去做一些面部除瘦 比如说我们的抬头纹啊 穿字纹 包括鱼尾纹 你想去除皱纹的话 我建议大家去打进口的 那进口相对来说 它的价位肯定也是比较贵的 那两颊打下来的话 一般来说在国内的话 大概是4000到7000人民币之间 那它的瘦脸针 它打的并不是按一针来算 它是按剂量来算 一个单位多少钱多少钱 那根据医生啊医院啊价位可能也有所不同 第二个品牌就是国产的恒利 那国产的恒利它相对来说扩散度比较大一点 那药效也没有那么的精准 但是它的药效比较的猛一点 那我认为它其实比较适合我们去处理 我们一些面积比较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想打一个瘦肩针 或者想打一个瘦腿针的话 其实比较适合用国产的恒利 那国产的恒利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它几乎是进口的宝朵式的一半的一个价位 那第三个市面上比较火比较流行的收散针 就是寒系的收散针 粉毒啊紫毒啊等等 那这些收散针是我国不认可的 其实我不建议大家真的去找一些工作室 或者小侦侦所去打这种寒系的收散针 因为其实它的不可控因素比较多 比如说运输过程中 你不能保证它是不是一直处于低温保存这个药物 那第二点就比如说它这个药物是不是真的在保质期之内打在脸上的话 我们相对来说一定要谨慎一点 下面跟大家聊聊打收敛针的过程 其实这个过程真的非常的简单 二分钟绝对搞定 但我自己当时打之前超级紧张 因为我整个人都很怕打针 打之前我觉得我真的是汗流浃背那种感觉 但其实过程非常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它就是首先现在我们这个两处咬剂处 敷一个麻药 当你的麻药劲儿到了之后呢 就开始一侧打个三次针 另一侧也打个三次针之后 就搞定了 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关于痛感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它真的是比较的痛 它其实比我去眼带手术还要的痛 因为它打收敛针 它的深度一定要到位 它一定要打到这个咬肌这一块 它才可以起作用 所以就是它打的这个深度比较的深 你会有一点的痛 但其实还好是因为 它打的比较的快一点 所以我觉得就比较快痛 那么一下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它的痛感如果要是在一到十级的话 对于我来说的差不多在七级左右的一个痛感 下面跟大家聊聊打收敛针的剂量问题 这个剂量真的非常的关键 那我国医生一般推荐大家打70到100单位之间 那第一次打收敛针的剂量相对来说比较的大一点 随着你咬肌打过收敛针之后 越来越小的话 它剂量会逐渐的递减 那我当时打的收敛针的剂量是打了80个单位 就是两边一边打了一共80个 可能我这边咬肌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话 我这边就打的稍微多一点 这边打的就稍微小一点 就是一共加起来是80个单位 但其实在美国这边的医生相对于国内来说 更加的保守一点 他建议我打收敛针的剂量 大概是在30到50单位之间 其实就是国内的一倍 那其实这两个医生给我的建议 我自己做下来的话 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第一次打收敛针的时候 一定要剂量选的相对少一点 因为美国啊国内啊 他的医生收费都是按剂量收费 你打的更多 他收的钱更多嘛 我建议大家打的时候 一定要相对保守一点 尽量在医生给你的建议 再低一点点的一个剂量 下面一点就是补打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收敛针的补打时间是 第一次打完收敛针之后 三到四个月之内补打第二次 再递增三到四个月之内补打第三次 那相对来说 它就比较的定型一点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因人而异 那对于我来说 我打完第一次收敛针到现在五个多月了吧 我的咬肌并没有长回像以前那么大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继续去补打它 我要等等等到它咬肌相对来说 又变回以前那么大的时候 我才开始补打 那如果你用吃东西吃的比较硬一点 那你咬肌长得比较快一点 你长到三到四个月之后 你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的话 你就可以补打 那如果你跟我差不多 咬肌长得也比较慢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补打的必要 那大家在医生的建议之外 还要根据自身的咬肌的情况来进行判定 是不是要进行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的补打 那很多人分享说 摄影针打三次之后就可以定型 其实我问过医生是不太可能的 他只能说三次让你的咬肌长得比较的慢一点 比别人明显就小一点 咬肌不是那么的大 但是其实你可能过个一两年之后 你还是要继续补打的 就三次定型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咬肌嘛随着你吃东西慢慢慢慢它会变回来 它会长回来的 只是可能没有说像当时长得那么的大 那下面一点就是打瘦脸针的效果 打瘦脸针的效果肯定是有的 但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明显 你是一个方脸 你开始打个瘦脸针 你就变成瓜子脸了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对于我来说 它真的只是修饰了一下我的脸型 以前我脸可能有一点点的宽 让它稍微变小了一点点 就是我觉得它变小的这个宽度 连我指甲盖一半都没有 就是明显小了一点点 但并不是很明显 那我把我六个月前拍视频的这个脸 跟现在的脸跟大家对比一下 放到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 就比如说我姐吧 我姐她相对来说 她的脸就已经非常的瘦了 她打完瘦脸针之后 就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她几乎没有咬肌 下面一点就是打完瘦脸针的术后 注意事项 第一点六个小时之内 你是不能平躺或者是不能侧卧的 防止这个药物会弥散 那其实比较的简单 对于我们来说 你六个小时嘛 你就可以出去逛逛街 或者出去上上班 工作工作 很快就过去了 那第二点就是打完瘦脸针 一周之内是不能吃一种药物 这种药物具体的名字我忘了 但是一般给你打药的时候 医生都会告诉你这个药物的名字 所以你要避开这种药物 那剩下的瘦脸针 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注意事项 我们可以正常当天晚上去洗脸啊 去护肤啊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包括当天晚上 你几乎就已经看不到你这个针眼了 那第二天早晨的时候 你也可以继续去化妆 去工作啊 上班都不会完全影响到你的生活 它并不需要一个特意的恢复期 去恢复你的这个针眼 下面一点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打完瘦脸针凹陷的问题 那很多网上的一些小伙伴会去分享 我打完瘦脸针 我整个这一块都塌下去了比较的凹陷 包括我太阳瘦这一块都容易凹陷 或者是我整个这一块脸都已经开始缩塞了 那其实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点是因为医生的技术不够好 它打的位置非常的重要 打瘦脸针一定要打这一块 打的咬肌比较低的这一块 那相对来说这种技术不是很成熟的医生 他给你打高一点的话 你让他打到这个地方打得高的话 你自然这一块就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凹陷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打的技量比较的多一点 我跟大家讲 其实我打80个单位 说实话我打完之后 我觉得80个单位对于我的脸来说太多了 就我自己也能明显感觉我这一块有那么一点点的凹陷 就没有以前那么的饱满了 所以在技量选择上面 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保守 尽量少打的来 你哪怕这一次打的不够 你过三四个月之后 你再进行补打的时候多打一点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第三种可能会造成皮肤凹陷 我觉得跟你本身的年龄啊 皮肤啊 皮肤状态 以及你是不是真的适合打瘦脸针 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其实良心讲 我不太建议30多岁或者40多岁的一些姐姐去打瘦脸针 因为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 那我们皮肤本身就随着地心引力嘛 它就会变得下垂一点 而且我们脸部的这个肉会越来越少 那你打完瘦脸针之后 本身你的一个支撑更加的小一点的话 你反而看着皮肤更加的凹陷一点 更加的下垂一点 那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打完瘦脸针是绝对有效果的 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效果 但是我不太决定再去打第二次瘦脸针 也是因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我希望我的脸更加的饱满一点 更加的有形一点 下面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打完瘦脸针 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副作用 那我打了瘦脸针只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我有了双下巴 其实按理来说我不应该有双下巴 因为我90多斤嘛 而且我脸上并不是肉非常多的那种人 以前是没有双下巴 打完瘦脸针之后 我确实出现了双下巴 那我想来想到大家 它是什么原理 它就是你打完这块咬肌 它本来撑着你的皮肤呢 结果它咬肌缩小之后 它的皮肤自然会搭来下来 它搭来下来它没地儿搭嘛 它只能往这个地方搭 你像我日常就偶尔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或者这样的时候 都非常的容易出现双下巴 包括我躺着的时候 我老公会忽然问我 你为什么会忽然有双下巴 就这一点是我打完瘦脸针之后 非常真切的感受 但是这个双下巴 我发现随着我的咬肌变回来 它就会慢慢慢慢又会变得更加小一点 刚开始打完之后 我感觉这块肉都很松 那现在比刚开始好非常非常的多 那其实我们日常看到一些明星的照片 你分明看它脸是小的尖脸额袋脸 那你看它侧面的时候 底下这块就是有双下巴 其实这个就是打瘦脸针的一个后遗症 那最后呢 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瘦脸针这个项目 我是不是真心的推荐大家去打 其实说实话 你如果真的觉得你脸比较大 你也比较符合 比较适合打瘦脸针的话 我觉得不要犹豫 你直接就去试就好了 因为它比较的简单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复杂 但是大家一定要降低所有风险 不管是三甲基医院的选择 还是医生的选择 药品的选择 方方面面冻在脸上东西 大家一定不要省钱 那我自己建议大家 如果想做的话 就去尝试一下这个项目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值得体验的一个项目 OK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非常简短的一个小干货视频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A到我现在要去继续过我的新婚生活啦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对我的祝福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每天都有个好心情 拜拜下期见